國內新冠肺炎疫情 今天新增六例確定病例 包括兩例本土及四例的境外移入 沒有新增死亡個案 值得注意的是 境外移入其中有兩例 是長榮航空機師 曾經出勤澳洲的航班 返臺後採檢確診 並且傳染給同住的家人 而為了因應這一起群聚事件 指揮中心也緊急宣布 原本十五號要上路的強化機組員 返臺後的防檢疫規定 改為即日起全面實施 而且要求長榮航空直飛 美國芝加哥機組員入境之後 都要拘檢十四天 以及採檢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 三號週五新增六例確定病例 分別為兩例本土病例 新北市及桃園市各一例 及四例境外移入 值得注意的是 有兩例境外移入個案 是長榮航空機師 另外確診個案中 沒有新增死亡個案 由於長榮航空五天以來 已經有三例機師完整接種疫苗後 仍然確診 出現突破性感染 並傳染給同住家人 威脅到社區 因此指揮中心宣布 從即日起全面提早實施 強化機組員返臺後防檢疫規定 而且在本次群聚事件釐清之前 要求長榮航空直飛美國芝加哥之機組員 入境都應該到指定處所檢疫十四天 而且入境日及檢疫期間 進行三次篩檢 同時為求慎重 也將回溯及召回過往十四天 曾經直飛該航線的機組員 進行檢疫及裁檢等一面措施 要求長榮公司對於芝加哥的外站的管理 要特別的加強跟檢視 另外指揮中心也公布最近一週境外移入病例的基因定序結果 這批總共檢驗十三件 只有一例是感染阿法英國變異株 其他十二例都是Delta印度變異株 其中有三例為接種完整疫苗後染疫 屬於突破性感染個案 而根據指揮中心統計全台新冠疫苗已經有超過一千一百萬人次完成接種疫苗 涵蓋率為百分之四十二點八二 由於高端目前含有二十一萬劑庫存量 指揮中心日前發函給地方衛生局 在九月六號前尚未接種過疫苗的二十歲以上民眾 如果想接種高端第一劑 不需透過疫苗預約平臺 可以直接到合約醫療院所現場掛號接種 到時院所也會將接種紀錄上傳到系統 記者 蔣龍翔 台北報導 記者 蔣龍翔 集院